其实2020年1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 这个右胸这边那个肿块 已经越长越大了 但是其实最关键的一点 是因为它按着不疼 而且身体没有什么明显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那就刚好 等可能工作忙一阵 有空再去看 然后结果一拖又拖了半年 然后再去的时候 就是像电影里的那种画面 就是医生说你是自己来的吗 你家人有没有陪着你啊这样 然后他一摸就是恶性的 你看这个癌症里面 本身就有一个山子 你真的体验到那个事情降临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 像大山一样要倒下来 任何再糟糕的东西 都有它的意义所在 当时确诊那个时候 你肯定不会想到 就像探险一样 你不会想到 后面其实是有很多宝贝在的 只是你要一关一关地过 第一个念头 我就觉得我不能死 我们来好好地面对这个事 这些全都是我当时治疗的时候 包括有检查的时候的所有的单据 比如说这个就是诊断和手术的 第一次化疗的 当时在哭的 就是第一次是最痛苦的 这个好多 中间还有一次肺炎 其实很危险 第五次化疗的时候 是写了开始戴假发 好像大家反响还不错 我终于知道 之前在书上我看说 就是化疗病人的各种反应 整个你就没法站起来 就坐在那儿 就是都已经那种冷汗 就往下冒 然后会拉肚子 会眩晕 会恶心 其实是很可怕的 我是单身的话 我生病了 就是直接的这个 第一个受害人就是我妈妈 我就想到那个小时候 我们看那个电影 叫妈妈再爱我一次 就很像你妈妈又把你当成个孩子 又重新又把你养大了一遍 那个感觉 我躺在病床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真的有一天 就是这样悄无神奇地离开的话 到时候大家来看你 或者对你的评价 或者你对你自己 留下的这个盖棺定论的 那个木质名上 你要写什么 然后我想留给大家最后的 应该是一个可惜 包括我自己 给我自己的想法 可惜 我还有很多未完成 我觉得那这辈子 好像真的白活了 就是 你留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你创造了一些什么呢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等我真的治好了 我可能要 做点什么 你好我是梁子姐姐 欢迎来到我的幸福花园 再进乳腺癌 你好40岁 关于我的故事 就从今天开始吧 我去年的话 上半年我已经完成所有的治疗了 那么现在的话 我是在做内分泌治疗 现在来医院复查 53年的时候 然后我跟收了血 开心 那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乳腺自检的几个小的建议 然后所以我就想 我要做一个这个账号 来把我的故事拍出来 就是我觉得我遭过的罪 我得不能白遭 我得把它这个效果最大化 我得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经历 然后给大家一个警醒的这种作用 我觉得再微小的声音 可能因为你发出那个声音 都会被听到 你看 等一下我还要翻一下 今天刚好是2023年10月17号 请大家帮我一起进驻今天 就是我正式开始我的乳腺癌防治公益宣讲 100场的第一场 大家每一位都是见证人 特别感谢大家 先给大家推动 近些年乳腺癌已经取代肺癌 成为全世界第一高发的癌症了 它是增长率最快的一个癌症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年轻化 年轻化就是越来越年轻 也不能光是五线癌 就任何一个不可抗的这些癌症 对于一个人真正的改变影响 真的是不可顾量的 我拿出来是分享的心情 好像不是讲这种很苦哈哈的 那唯一的我只是觉得 我之前没有好好地照顾我的身体 因为我讲的所有的一切 其实我都不希望大家通过我的经历 才得出某种更深的或者更好的某些结论 我希望大家你就记住这个结论 然后每年你要记得去体检 然后有需要复查的去复查 我希望这个对健康的提醒 成为大家平常的一种意识 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已经比较习惯了 就是每天睁开眼睛 然后上班 然后什么事情 好像就感觉你在一个 被一个节奏去给带走了 然后对于身体来说你就感觉 我们平常真的是太忽视它了 或者是我们走得太快了 你的脑子或者你的意识 越跑越快 然后越来越复杂 然后你的身体好像就像我们这种妈妈一样 她就是很原始很淳朴的 就在这边眼看着你离她越来越远 然后但是当你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她会 她是为你承受这一切的人 然后终有一天你会发现 真的平常有意识地让自己至少慢下来 你去给自己泡一杯茶 还是去公园散散步 还是跟孩子去坐下来聊聊天 做任何一个有耐心慢下来的事情 然后让很多东西回归到原本的位置 而不至于说把它脱节到那么夸张那么远 感觉我这块特别好 这个带筋的 再挑一块 这个医院来了太多次 就感觉都成了自己家一样特别熟 嗨 谢谢周年 林主任 林主任 可以给你带的 谢谢你 她比我妈看到我眼泪看得还多 不过还好 始终都是比较一个正能量的 要开拉 能够分享 帮助到很多人 真的帮助到很多人 好多都找她做一个知情 我觉得我在努力 真强 好 谢谢 谢谢 怎么了 所有的妇产 最可能还不早不早结束了 医生说我能一直可以走 这是最遇远的事 送你一朵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 开在你昨天心上的植物 因为我现在是第三年 还没有过五年生存期的这个 所谓的小坎 我接受我身体治疗之后的所有的变化 或者是未来的一些可能 那我就平常心地做好我现在每一天的事情 我觉得我没有枉费这个大家觉得好像很可怕很不幸的一个经历 我真的把它变成一个礼物 多么苦难的日子里 你都已战胜了它